我看过一部电影 故事的主轴是围绕着一个玩具牛仔进行的 这个玩具牛仔是一个被需要感很强的玩具 它为自己设定的价值就在于主人需要它 别的玩具需要它 反之它就会觉得很失落 因为它的满足在于为别人的幸福而活 别人的幸福就会让它觉得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于是整个故事里玩具牛仔忙于照顾主人 帮助别的玩具 然而经历过种种事情之后 它领悟到了什么才是它的价值 它终于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它要活出真正自我的价值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 年轻的时候我们照顾原生家庭的父母手足 结婚后对家庭尽力的付出努力的工作赚钱 不辞辛劳全新培养孩子 认为孩子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就 孩子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快乐 然而 等到大家都独立了 不再需要我们了 我们就感受到伤害和被遗弃 其实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自己独立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喜欢被需要 让我们有存在感 我们害怕被孤立 因为怕人们离开了 我们的价值感也跟着离开了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失落感呢 你的自我价值和身份 是不是也绑在某些人身上呢 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 我们既是被神创造的 这位创造主 祂创造了我 因为祂爱我 我不一定需要出色 但是祂就是爱我 而我既是祂造的 我的价值就是祂给的 因此 我的存在本来就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心里知道 自我的价值之后 我们才会看见 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和选择 所以啊 不要再向别人说 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就 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快乐 可能更应该是 你的幸福我为你高兴 而我也有我的幸福 你的成功我为你骄傲 不过呢 我也有我的成功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